想捧今半晚的民众现在有机会了 八大公股行库陆续要征财 台银招募新鞋130个人 另外张化银行也开出了80名柜台行员的职群 各个行库加起来预计要征财千人 起薪最少三万人起票 第二季还没到许多学生已经在找工作 而公股银行最近也提早展开征财活动 释出了近千名的人力需求 一公股银行每月起薪大概三万二起跳 加上13%的存款优惠 还有年终4.6个月 算下来年薪可达将近60万 这对新鲜人来说是相当不错的水准 再来跟主技处公布的去年平均年终1.45个月比起来 可真的是献傻不少人 我觉得还蛮吸引我 因为我自己本身工作没有那么高 就是22K嘛 就觉得4点 这样还算可以啦 所以大学这样出来的话 不过要见到公股银行任职也不简单 去年的数字看起来各家银行录取率都不到5% 看来想捧金饭碗也不是那么容易 去年轻人生了解 年轻人的年轻人预告 比较好